孙以沙输王曼玉丢金 张怡琳为他说了句公道话 小魔王输得好不愿 大家好欢迎收看本期的阿三坎球 我是阿三 在视频开始前 辛苦大家常按底下的关注和点赞按钮 压三的视频给更多关注孙以沙的球迷看到 谢谢大家 接下来和大家说一下孙以沙的一个情况 我们也知道在最近落下的视频赛当中 那么中国对这边是取得了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成绩 我们也知道那么在此前的一个女单比赛当中呢 其实关于孙以沙 以及王曼玉这场对战的一个比赛 其实也备受很多球迷的一个关注 那么当时我们也知道了那么这双方啊其实都是这一次 热门的一个种子选手 而且本身呢其实他们呢也是此前东京奥运会的一个战友 而且是奥运冠军 所以这场比赛到底谁能够笑到最后呢 其实大家也不知道 所以呢就从这场比赛谁能够啊拿到最后的胜利呢 其实对每一个球迷来说都非常想知道这样的一个结果 那最终我们也看到了孙以沙这边呢也是很遗憾 也2比4呢输给了王曼玉 那在赛后呢其实他也是非常失落 觉得自己呢很遗憾丢掉了这个冠军 而我们也看到随着这场比赛结果出来之后呢 有些球迷可能会觉得说 是不是孙以沙他能力下降了 在这一次呢是遗憾输给了王曼玉呢 是不是代表着他的能力比不上王曼玉呢 而我们也看到在这场比赛的一个解说当中啊 其实呢张仪林当时呢 作为一档节节目的一个解说江宾 其实也是说了一句公道话 为孙以沙说了一番公道话 在这一次解说当中啊 其实张仪林提到了 这一次孙以沙打球其实非常的坚定自信 而且出手果断 落点也非常的精准 他说尤其是孙以沙的前三板和回球的质量呢 都有着很大的提升 另外呢其实在镇守的使用率以及得分率呢也都是相当高 所以从他对方评价当中其实看得出来呢 张仪林这个前辈对孙以沙他的能力呢整体是非常认可的 也就是意味着其实本场比赛孙以沙呢 已经是把他的个能力发挥出来了 所以其实这场比赛的说到底啊 我觉得孙以沙之所以会输掉比赛 恰恰不是因为他的能力问题 那么本身其实他们双方实力呢其实是旗鼓相当的 这一次孙以沙主要输掉比赛呢 我觉得还是因为他出在一些没有必要的事物上面 那么在赛后采访当中其实孙以沙也提到自己唯一遗憾的地方呢 就是在一些关键球的一个失误处理上呢 没有处理好 所以也导致自己呢丢掉了一些分数 那么因此啊其实我觉得这一次孙以沙确实输的也好冤好可惜 本身呢他完全有机会战胜对手 但是啊其实高手之间去对战的就是这样子 本身双方实力不会相差太大 关键就看谁临场发挥的最好 谁的一个失误能够降到最低 谁就能够降到最后 那么很明显这次啊我觉得王曼玉呢其实他已经是拿到了自己最好的表现 所以他能够呢那么提前避免一些失误也能够笑到最后 所以在这里我觉得也要恭喜一下王曼玉那么毕竟呢他确实是凭借着自己的实力呢打败了强大的队友拿到了这块金牌 那么对孙以沙来说虽然是很遗憾但是现在结果已经出来 只能够证明了他在此前的准备工作确实是比不上王曼玉 那么对他而说接下来呢可能也要吸取这样的教训争取用更多的一些训练用更多的一些 去发现问题呢来改正自己的一个状态和表现 争取在之后的比赛当中呢把这样的遗憾给弥补回来 好了本期的阿三砍球就来到这里 喜欢阿三的记得点赞 关注评论分享 我们下期继续开心聊球 拜拜 拜拜